今天實施在澎湖白沙鄉瓦同渝港安檢所外的路段 車上載運兩片配重大鐵塊 疑似因為過彎太急 車速過快 而且沒有固定好 導致兩塊配重的大鐵塊飛到了路邊 對象的休旅車急著閃避 直接撞上路燈 最後駕駛受傷 我們上看到這個兩塊加起來 二十公噸的黃色配重大鐵塊 是掉在了路邊 而且地上都磨出了痕跡 還好沒有人受傷 還有沒有砸到人 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 至於後續的肇事原因 還有責任歸屬 仍帶警方進一步離勤